Zither Harp 我们看七十三页的经文 所谓是天王天 刀利天 西燕摩天 多帅陀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那再来呢 化乐天 化乐天是第五天 他一天呢 人间八百年 他寿命多少呢 也是多在天的一辈 他寿命是八千岁 他也是持戒多文 还有布施感的这个化乐天 那么最后一个呢 第六天呢 是他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是异界的天顶 幻里叫婆受把体 华言中国话叫什么 不老做做 就不用做了 别人修了半天 他可以用那个功夫 把对方的享受那个法乐 移过来 变成我来享受 就 他化自在天 你修到那个法喜充满之后 我帮你移过来 我也花喜充满 这叫他化自在天 而且还可以自有自在的受用 那么天魔 波寻 就住在这个他化自在天 那当时我们在写 佛学入门的时候 我们前方文老师说 天魔他是在 他化自在天 但他不是天王 但是你谁出三界 魔宫就会震动 他会有很多干扰 你看佛陀要成道 那魔王就来找他了 波寻就来找他了 所以魔王波寻了 你只要出三界 魔宫一定震动 魔王呢 波寻一定会来拜访你 如果你现在还沉迷五一六成 你虽然也是修净土 恋佛想要到西方 可是你气不成 魔王还不会干扰你 因为他知道你出去不了 你离不开三界 所以他不用来跟你干扰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有些人 他就会遭受到这种魔考 但是最后一个来考你的 是魔王波寻 他一定来考你的 只要你想要出三界 我们有四个魔 第一个 五阴魔 第二个 环瑙魔 第三个 死魔 第四个 天魔 那现在我们就来提到佛陀 他怎么想魔 释迦摩尼佛 刚才我们讲说 他度过泥连禅河 走到加耶山附近的 菩提加耶 菩提加耶 就是他承道的地方 那当时有一位歌草童子 在一颗菩提寺下 用草铺的一个座位 就是烈士铺团 供养佛陀 那太子 就是西达豆太子 就佛陀 他就在所铺的草座上 静坐 他当时发愿 他说我不成正节 施不其此咒 所以我们一般称 说佛陀这个座位 叫金刚座 那到第七天的深夜 传说当时 太子在禅殿中 出现魔境找乱 就是魔王破险 派前魔女来诱惑他 当时魔女来干扰的时候 佛陀说 我没有遗忘 我已经断育了 我不需要这个色衣 切实佛陀他已经破了无名了 他没有财色名十岁 他不会注向圣心 他不会被经济说 那时候他已经怎么样 他已经不起心不动念 所以当时魔女来诱惑的时候 佛陀说 我断了欲望了 后来没有办法 就派魔兵魔将来 那太子很坚定 就是佛陀很坚定 他也不被动摇 后来魔王就来了 魔王就来欠佛陀 没读 后来佛陀降魔以后 就把他的用功 集中在领悟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终于在三十五岁那一年 夜半夜读明星 他觉悟一切真理 圆满无上补体 这个时候他就觉悟了 圣号叫释迦牟尼佛 那像是说 佛陀是觉悟什么 简老师他的佛学 这边给我们提这一点 他说佛陀所觉悟的真理是什么呢 就是延起的理法 就以作人生从源起而有 万法呢 是因连合合共一成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身体是有父母 以生意为有 我们这父母的母胎出来 这是一个缘 我们这个生命的夜暴身 是我们过气身的夜历 为因 无名跟行为因 自己过气身所做的无名烦恼夜历 所以招感这个身体的果报 所以这个身体就是夜暴身 那这个既然是夜暴身呢 他就会有生老病死 就不能避免了 那要解脱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呢 你唯有透过修道 断除根本烦恼无名 才有办法 那佛陀在菩提寺下呢 成道的时候呢 他夜赌民心讲一句法语 就是奇宰奇宰呢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但你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这个跟六大师讲的一样 六大师的无所记忆 就是何其是本自清净 何其是本不生命 何其是本自济子 何其是本无动摇 何其是能生万法 是一样的境界 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皆可以成佛 那不能成佛的原因是因为无名烦恼 障毙了佛性 故佛陀的成道呢 是误了延起 断除无名 会光焕发 佛性显现 那么内心本有的真理智慧开显出来 照耀人间 这个是佛陀他想某的经过 那么当时呢 在经典上的记载呢 魔王波形 当时他有跟佛陀一段对话 那这一段我们作为活弟子呢 我们都必须要了解 为什么佛法会衰尾 为什么现在末法时期 这个修行的人这么多 那么悟道的人呢 鸿毛铃脚 为什么这么少 那么当时世耀摩尼书法 49年以后要灭度了 魔王波形就来见佛陀了 他当然看到佛陀 修行这么有成就 他也会起基督心嘛 他就来见佛 他就跟佛陀说 你赶快入内盘啊 你已经渡那么多了 你可以入内盘了 那佛陀也解采说 他跟 沙伯世界的众生缘分 一尽了 就答应 魔王波形的请求 那魔王波形就说 你内盘以后 我一定要破坏你的佛法 佛说啊 佛法是正法 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破坏的 魔王波形就笑呵呵说啊 这个正义是永成没有错啦 众生都有佛性啊 可是邪恶也不会消失啦 邪恶是谁 我们的贪嗔痴啊 啊 你说自信 无量无边的 那阿赖也无量无边的 他说你在世的时候啊 啊 也不是人人都信仰你啊 我的徒主徒生 不是也很多吗 所以呢 这个魔王波形就跟佛陀说啦 你正义永成 那我邪为永成啊 其实 我们如果没有断贪真吃 我们永远都是磨子磨身 那六道人会觉得有你的混的 那他跟佛陀说 你这样说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信仰你啊 我的福度生也是很多啊 我们现在放眼望气 几世之人 哪一个不拿手机 所以 这个魔的力量啊 透过整个网路信息啊 可以到达每一个人的生活的 每一个末端 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你都逃离不了这个贪嗔之外 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魔镜 啊 所以 人性 到底是性善还是性恶 啊 我们说呢 善心手跟恶心手 善心手只有十一个 恶心手26个 26个减11 那还有15个是恶心手 所以你可以去观照一下说 你起的恶恋斗还是善恋斗 你只要一天为自己 那就是恶恋了 所以容易写坏 学好不容易 学好不容易 你入面以后 魔王就跟佛陀说 信仰你的人越来越少 啊 因为正法一千年 向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到末法时期都是斗争兼顾啊 什么成就 恶心 恶心成就 啊 所以 魔王就跟佛陀说啊 你入面后 信仰你的人会越来越少 信仰我的人会越来越多 但是老师跟我们说 老师说 如果你勤修戒定会 那如来诸事 那 你如果是说呢 你没有媳媚贪嗔痴 那佛就没读了 啊 正法 向法 虽然我们现在是末法 可是你如果能够 勤修戒定会 媳媚贪嗔痴 你现在能够是在佛陀的正法时期 啊 所以 佛陀听了魔王这么说 说 你破坏我的活法 对你没有好处啊 活光一样普照啊 照耀善良的人 也照耀邪恶的人啊 一旦正法结束了 你的福报也用完了 将来你这事都无间第一 你会在第一中 受无量的苦 魔王破坏就说啊 我知道 佛你说的 你不会打妄语 但是佛陀你也要知道啊 这个命流心照啊 我会受啊 避免第一之苦啊 那佛就说啊 他说都行不义 必自毙 你哪里能够逃避都了 因果不空啊 魔王破坏就说一句话 他说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 破坏呢 亦无常心呢 以百姓心为心 如果百姓的心是 归佛归绝 那就是 跟佛陀你相应嘛 那如果 众生是 明有不解 那跟我破坏相应啊 所以圣人无常心啊 那破坏的无常心呢 以百姓的心为心啊 啊 所以如果在 顺令百姓 众生的这个 树告方面呢 佛陀你比不上我的 你的借力很严格 你一直强调啊 这个欲望的危害 叫人家眼里欲望 可是呢 我会顺恋众生的欲望 满足众生的欲望 众生有贪力 就为我颇寻啊 所以 欲望为本嘛 诸苦以欲望为本啊 生以欲望为本嘛 那佛就说了 我有佛经流逝啊 魔王说 那经典是死文字啊 要教化综字 还是要有人说啊 佛法无人说 虽字不能解啊 啊 所以你看现在 大家都不喜欢经典啊 现在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手机啊 现在经典流通不出去啊 跟印证当时 佛者跟魔王破坏 对话一点都没错 佛说啊 我有生保流逝啊 啊 魔王破坏说 你老人家不会季节 我的弟子 季节受你的教诲吧 佛多人说 不会 你的弟子来写 我也一样会教 魔王破坏说 对啦 到末法时期啊 我就叫我的土土之身 混入你的生保之内 穿你的袈裟 破坏你的佛法 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 佛门里面 违反基地的事情 不就这个事情的兑现吗 我就是派我的魔子 魔师呢 曲解你的经典 破坏你的戒力 啊 这样呢 我就可以达到我的目的了 当时呢 佛头呢 听完魔王破坏的这段话以后 久久无语啊 不以后 佛头就留下两行的热烈呢 那佛头讲一句话 狮子从身上揉 狮子是很雄猛 威猛的 可是能够把狮子 咬死的是谁呢 狮子身上这 毛里面的这些虫 他就一直一直跟他咬 咬到后来 这个狮子就不行了 这个狮子就倒下去了 叫狮子从身上揉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所接力 每一个人都违背因果 你说佛法怎么会心呢 如果不能够生战争 那活门不是就灭掉了吗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魔王见到这个时候呢 就狂笑而泣啊 佛对破群说啊 到末法时期 我就率我的弟子脱掉袈裟 走去寺庙 一事修成 六大师就是这个例子啊 六大师开悟的时候是祭祀生啊 所以五子红伦大师啊 传一波更新法给六子辉能大师 就告诉六大师说 一波族传到你这一带 往下就不用再传了 因为到唐朝那个时候 已经到末法时期了 五子红伦大师说啊 到末法时期的 闻佛走不少 真修者 红帽灵教 所以不用再传下去了 以上呢 就是介绍 他发自在天的时候 我们特别提到 魔王破形跟佛头的这个对话 也作为我们佛弟子呢 我们应该要思考 也要反省 再来我们看经文 75页 幻仲天 范府天 大范天 少光天 无量光天 光阴天 少静天 无量静天 变静天 狐生天 狐爱天 广果天 无想天 无凡天 无弱天 散见天 散现天 受究竟天 摩西索罗天 我们说一戒是六天嘛 那色戒是十八天嘛 这样就叫二十四嘛 那无色戒是四空天嘛 这加起来二十八天啊 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 常常讲这个四禅八定 哪四禅八定 就是色戒的四禅 无色戒的四空天 加起来是四禅八定 那这个都是属于色戒的 比如说范仲天 范府天 大范天 这三个初禅天 范仲天就是老百姓 百姓 范府天就是大臣 大范天天王 这叫初禅天 是属于我们一般讲的 初禅的三个天 叫范仲天 范府天 大范天 佛学上讲叫初禅三天 但是它是初禅的境界 那它怎么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呢 它叫不失 持戒 它修布施的时候 它修的多 布施的多 乐也多 然后舍五亿 财色名十岁 除五盖 五盖是什么呢 五盖就是贪欲 惩慧 税民 调毁 乙法 这五盖 它就可以到初禅天了 也就是说 它要除掉这个五盖 就是贪欲 惩慧 还有税民 调毁 什么叫调毁 就是心会躁动 心会躁动叫调 所做的事情呢 心会忧恼 做完以后就会后悔 这叫调毁 啊 乙法 乙法就是它会有乙的这个习气 这五种叫除五盖 它就可以到初禅三天 但是因为到这一初禅三天呢 已经没有燃你之欲了 所以称为离生喜乐地 那么再来 绍光天 无量光天 光阴天 这三天 这三天叫二禅三天 它初禅比较像人间 因为它有国王 有大臣 有百姓 二禅以上就没有了 它是平等世界了 但是平等中内 福报还是不一样 还是有差别的 那么这个地方有提到 绍光天 无量光天 跟光阴天 这有光嘛 所以我们在安事全市里面 有提到说 我们在内 是从光阴天来的 因为吃了五谷以后 有难免的欲望 就回不了光阴天了 这个光的概念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 它的意念 我用个简单比喻 就是说 你经过红绿灯 那个绿灯的时候 你知道车子可以走 红灯的时候 就不能走 对不对 然后呢 黄灯的时候 就要刹车 你看到光就会知道 对不对 它意境有点像这样 就不用说 你看到光 那就看到光 就知道它的意境 所以这个点 我们就稍微提一下 脑子上说 其实一切万物 都有光 它说人有光 主也有光 练气功的人呢 它说叫做气 修禅定的人 说这是光 光的大小 看你心形的善恶 你心地善良 慈悲 你放的光 是金色光 这是最殊胜的 最好的 这金色的光 还有什么 紫色的 要紫模 真金色神 那紫色是最好 紫色跟金色的 所以老法书说 鬼神看到真正修行的人 为什么会尊敬 因为你身上有光 而且我们是沾光 沾光 对不对 所以你修得好的时候 鬼神都知道 你修得很好 因为你身上会放光出来 你又有光 所以鬼神 他的神通 他是暴躲五通 他是暴通 鬼神看得到心地善良 慈悲 行善的人 他的光都很柔和 光都很好 鬼神看得到 鬼神会尊敬你 所以你修得好 那鬼神都给你尊敬 因为他你知道 你修事很好 他不敢伤害你 那么 这三天 二禅三天 因为他是修禅定 他在定中出现光 他在 淫雾之中内 有深光 或是他可出光明 他光中 还有可以说话 叫光中有阴 他只要一现光 你们就跟你表达一切了 就光中有阴 他们往来都是放光 看到光都知道 意思就明白了 就光阴天 他用光当乙炎 定心坚固 以定中生无限的喜乐 这个叫做定生喜乐地 在定中生出这个光出来 他就喜乐 再来第三天 三禅三天 就是少禁天 无量禁天 便禁天 这个是三禅三天 这个时候心已经没有挂碍了 可以离开生喜的心 苦乐又喜舍 那个喜必须把它舍掉 那个喜的心舍掉以后 他胜乐之境就现前 叫离喜妙乐地 他已经更亲近了 他怎么样 他连喜都要舍掉 不仅有禅定 而且要把喜拿掉 喜拿掉以后 叫离喜妙乐地 妙乐就是 他的法喜就出来了 再来最后这九个 四禅九天 福生天 福爱天 广果天 无想天 无凡天 无热天 善见天 善献天 受救尽天 这四禅九天 是福报升到这个天来 福生天 跟福爱天 跟广果天 这个叫四禅的福天 福报很大 山灾都不会到 我们说火烧出禅 水淹二禅 轰吹三禅 这都已经到四禅了 到四禅了 这九天里面 没有水灾火灾轰灾了 山灾都没有 所以大制度论里面说 社界天人 只要修禅定 还要修事无量心 慈悲洗手 四禅的差别是定功的浅身 修福多少来决定的 禅定跟修福 这两个 来决定他四禅 四个天的分别 四禅天 还有一个特别的一层天 叫无想天 又叫外道天 他们修定 定里面 没有什么念头 他不想 无想 以恋不生 他无想修成功 就到这个地方往生 他什么都不想 修到无想 老法师说 有定没有会是错误的 禅定的意思就是说 他定中有会 那个禅那 禅定功夫 那个禅那翻成中国话 叫做禁令 禁是定 律是关照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明了 他不是死定 一念不生 清清楚楚 样样明白 这叫做禅定的意思 禅定是你入定以后 你清清楚楚 明白自己的当下这一念心 又看得很明白 很清楚 这叫禅定 所以 六大叔说 定中有会 会中有定 既定之时 会再定 既会之时 定再会 它两个是一体的 不是分成两段的 如果只有一念不生 外面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叫做 有定无会 这种定功 修成功了 就到无想天 他为什么 他不能起作用 他有定 但是不能起作用 他没有会 这无想天 他就叫无想定 所以我用一个结论 让各位知道 这个佛学上的名词 就是禅纳 赦摩他 批伯说那 这是你在修止观的时候 他都有这三个名词 禅纳 赦摩他 批伯说那 禅纳是什么意思呢 禅纳是印度话 欢成中文叫做禅定 叫定会等词 这三妹 叫禅纳 那禅纳是什么成就呢 要求赦摩他 跟皮伯说那 赦摩他叫什么 赦摩他叫止息 皮伯说那 皮伯说那叫观想 止息观想 止息观想 你把烦恼扶住了 观想 扶脑关的观想 止息观想 这是赦摩他 皮伯说那 赦摩他这是止息 皮伯说那叫观想 天台家叫做止观病院 所以我们练阿弥陀佛 就是要扶住烦恼 叫止息 可是又练得很清楚 我们 观一切都是阿弥陀佛 这叫观想 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止观病院 你练得很清楚 听得很清楚 心里想得很清楚 这身口意都是清净的 这叫止观病院 这个就是 讲到无想天 我特别这样介绍 老子在无想天 他有摄身的执着 因为摄身还有摄身 所以老子说 无有大患 唯无有身 他最后还是有 这个身体的执着 再来这个五不凡天 就是往下这个 五不凡天 五热天 善见天 善见天 受救见天 这叫五不凡天 这五天 五不凡天 叫进击天 他是小圣 三国阿纳汗所住的 他也是市场里面 唯一的凡圣统基图 同样在设界 但福生天的天人 就见不到进几天 为什么叫不凡 他就不到一界来受生 所以三国阿纳汗 他不在一界受生 他直接在这个地方 进几天 五不凡天 经上说 利根的人 就直接在五不凡天 就是说 利根的小圣 三国阿纳汗 他直接在这边修成功以后 直接出三界 赠阿纳汗 那顿棍的就是 比较迟钝的 他还要经过四空天 他才有办法出三界 赠阿纳汗 这是三国阿纳汗 三国阿纳汗再上去就是 四国阿纳汗 那么此天 要将前面的喜跟乐 都要放下 谈到这里 我们再复习一次 出禅 离生喜乐地 二禅 定生喜乐地 三禅 离喜 妙乐地 把喜拿掉 对不对 有禅定了吗 要把那个喜拿掉 离喜 妙乐地 到四禅是怎么样 舍戀清净地 就是说 前面的喜也要拿掉 乐也要拿掉 内心达到清净 叫舍戀清净地 在这边 我特别跟你们详细介绍 四禅 等于十八天 这个很重要 那么摩西索罗天 是在射界 他在搜集园里面 他是进击天人的上手 跟那边的天地一样 他们的上手 在华以欢成什么 大致在天 这个天 此天 有八壁三木 成白牛 子伯佛 那佛城 那白色的佛城 一天之间 能知大千世界的 以地有多少 以下多少 这个摩西索罗天 就这个功夫了 你看那个 神通力量有多大 能知大千世界 以地的数目 这叫摩西索罗天 他是射就今天的上手 啊